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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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早晨 今早由杨国仲和大家谈谈天气 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天气都相当热 天文台录得的最高气温都有32-33度 其实因为天气都是比较热的关系 亦都引发了一些骤雨和雷暴 昨晚我们继续受到一些骤雨的影响 在雷达影像中看到 这些黄色、蓝色一点点的地方 就是一些骤雨 骤雨基本上由西南边飘过来影响我们 虽然如此 如果我们看大范围一点的卫星云图 看到我们附近的天气不是太差 虽然有些云 但是云层都是比较薄和松散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的天气情况 和过去一两天都是差不多 继续都会是大致天情 但是局部地区是会有骤雨和雷暴的 今天天气都会挺热的 最高气温会有32度 而风势方面就会吹这个和缓的西南风 而未来一两天我们预计 华南沿岸地区继续都会受到一些西南气流所影响 而且去到这个星期中期的时候 南海北部更加有机会有广阔的低下槽形成 为我们带来一些比较多的骤雨 未来几天的详细天气预测会是这样的 我们预计明天都会大致天情 接着到这个星期的中后期的时候 骤雨会逐渐增多 如果大家在这些放暑假的时候 安排了一些户外活动的话 记得要留意着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好了 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都是大家收看 再见